调整像是在高铁车上 可以开放饮食 3月1号开始会放宽 国外的商务客来台 不过这个检疫其满 14天过后却不需要再做裁检 陈中说是因为病毒 已经不具传染力 不过却被医师打脸 认为这个新冠病毒 还在不断的变种当中 许多的变种病毒特性 根本就还不清楚 如果是贸然放行 恐怕只会增加社区感染风险 迎来连续两天 境内境外加零介入 但依旧不能松懈 指挥中心也决定 去年12月1号启动的秋冬专案 经过开会研议 仍旧维持不变 但3月1号起放宽 国外商务人士来台 基本上检疫规则不变 但国外疫情依旧严峻 再加上国内已经聚集了英国 南非跟巴西三大变种病毒株的 来台个案 全球各地还不断有各种病毒在变异 开放商务人士来台 入境后14天居家解疫完毕 会再做PCR或血清检验 来确保万无一失吗 指挥官认为14天之后 就算验出新冠病毒 也不具任何传染力 但看在专家眼里 却很担心 秋冬专案在三月继续进行 进入八大类场所 还是得强制戴上口罩 不过高铁三月一号起 开放能够在列车上饮食 只不过吃完东西 得要立刻戴上口罩 国内疫情趋缓 但国外的疫情 还是没有趋缓迹象 莫然开放国外旅客来台 却没有加强筛减把关 就怕开了国门 让新冠病毒进入家门 记者王志文何之宇 台北报道